Hello 大家好 我是Jerry 今天是2月8日星期二 是虎年开工的第二天 在这边就跟大家拜个晚年 祝大家新的虎年行大运 如虎添翼 这段时间很久没有跟大家更新影片 要跟大家说不好意思 因为台湾廉价放的也久 然后这段时间刚好很多的咨询也变多了 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 很多海外人士现在已经可以到 已经可以准备入境澳洲了 不管是留学族群或者是移民族群 那也刚好就昨天而已 这个澳洲总理也是宣布 从2月21号开始 这个海外的游客也都可以入境澳洲了 所以整个咨询量感觉都变多了 也很恭喜这些留学生或者是移民的族群们 那他们现在已经可以真真正正的 可以好好的入境澳洲 开始找房子 所以我们这个咨询量就很明显的变多 所以反而在过年的这段期间 把一直没有影片更新给大家 真的很抱歉 我们现在开工了 那我们现在就会好好把影片给追上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Qualogic公布的澳洲房地产1月份最新的一些数据 首先1月份的时候都是全面上涨的一个局势 雪梨上涨0.6% 然后摩本上涨0.2% 布里斯本上涨2.3% 看得出来布里斯本是整个澳洲房地产 在1月份单月份上涨最多的一个城市 那以整年度来看 跟去年同期相比 雪梨是涨了25%多 摩本将近15% 布里斯本一样是最多 涨了29%多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今年布里斯本应该还是会 是今年整个澳洲房地产 涨势最多的一个地方 那如果分析一点从House跟Uni两个来观察的话 一样都是全面上涨 雪梨上个月是上涨0.8% 然后摩本是上涨0.5% 布里斯本是上涨2.5% 一样是最多的 那如果用整年度来看的话 雪梨是上涨将近30% 摩本17%多 然后布里斯本32点多 一样是布里斯本最多 那如果就Uni来看的话 可以发现 其实只有一个要注意 就是摩本竟然是小幅下跌0.4% 博斯也是一样下跌0.04% 不然的话 其实所有的澳洲各大城市 他们的Uni都是上涨 雪梨是涨0.1% 布里斯本一样 上个月上涨最多是1.3%多 布里斯本等于是 延续着去年2021年的涨幅 那今年还是继续的往上 雪梨摩本会有点微幅下秀 但是总体而言 这整个房价都还是会继续向上的 那撇开房价不谈的话 其实就海外论识 我会比较着重在澳币汇率的 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去看 那在这张图中 各位可以看到 红色代表是美金 蓝色代表的是澳币 所以美金跟澳币 基本上呈悄悄板的一个对称的一个样子 美金如果涨澳币就会跌 今年因为美国要升息的关系 所以美金已经开始有走升的迹象 那因为澳洲至少就央行给的讯息而言 今年至少还不会升息 即使有升息 我觉得已经是下半年以后的事情了 所以理论上 美金跟澳币会有一年升息的时间差 所以澳币今年还是会维持在低档 对于还没有入手澳洲房地产的朋友们 我觉得今年是一个 尤其是海外人士 我觉得今年是一个很好 就是奋批买入澳币的时候 因为这样子的话会大大的摊提 你在澳洲房价上涨的这个压力 趁机分批买入澳币 这样子的话 到时候你去购买澳洲房地产的金额 会分批的去摊提 就会便宜很多 所以澳币今年是一个要注意 一个参考因素 那除了买卖市场之外 就租赁市场而言 我们现在也有接到一些咨询 就是一些留学生们 或者是准备入境澳洲的朋友们 他要开始找一些租的房源 但是我们发现我们连租的房源 也非常的紧张 连租的都很难找房源给你了 由这张图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就去年一整个年度来看的话 几乎都是严重不足的情况 而且这是澳洲很久没有发生过 这样子连租赁市场都这么紧张的一个情况 在去年 所以要跟一些客户们说个抱歉 不是不找给你 是真的货源太少 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给你了 但是有的话 我们一定会赶快跟大家通知 那这张图是显示 从2000年以来 世界各国的这个房价的涨幅 可以看到澳洲是最高的 如果从2000年到现在 它是涨了百分之三百六十几 跟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相比 不管是英国 加拿大或是美国 澳洲房价的涨幅都远比这些国家还高 而且这张图也说明一件事情 把时间拉长来看的话 它是澳洲的房地产 是一个很好抗通膨的一个产品 尤其这两年我们经历过疫情 大家都很明显可以感觉得到 在2020年疫情的当下 其实整个澳洲房价还没有跌 然后甚至在2021年的时候 强势反弹涨 平均房价涨了百分之二十几 所以不管你是自助还是投资 自助就不用说 自助一定还是要买 那如果你是租的话 其实如果你有机会 想要做一些海外房地产的投资的话 澳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很保本 很保值抗跌的一个选择 那这张图尤其是明显 这张图指的是澳洲的郊区的房价涨跌幅 一般而言这整个 这条中间这条线是十年线 是从2010到2020年 平均的涨幅大概都还不到5% 可是在去年它整个猛升 涨幅达到百分之三十了 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两年的疫情 那很多人发现 它不一定要在离市中心 近的地方当作居住店 因为很多都已经可以walk from home 都可以在家上班 可以在家工作 可以远端工作了 所以他们会尽量的往郊区去找 可以有更大的房子 更大的居住空间去做选择 所以让这整个郊区的房价 涨得非常的快 市区部分涨的是大概 差不多20% 可是郊区在去年的涨幅 最明显涨了将近30% 这个是去年最大的一个趋势 这个趋势我认为在2022年 会继续保持下去 不过这个我反而要提醒 并不是所有的郊区都是可以买的 因为这个要怎么说 因为在市场好的时候 大家都会涨 可是我们还是要用一个比较 保守的心态去看 还是要选地点好 或者是你熟悉的环境 来入手比较安全 我个人是比较不倾向 就是随便乱买 因为现在是因为市场好 所以你觉得你现在 怎么买你都会赚 可是万一哪一天市场不好的时候 要展现出房地产的价值 其实还是要地段 所以建议投资人 还是要在你的预算范围之内 尽量选一个好一点的区域去买 把握房地产投资的重点 就是location 这个是不变的定律 最后一个要提到的是贷款利率 这张图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从20年疫情发生以来 整个利率开始逐步地往下走低 但是在三年期的固定房贷利率 很明显地走升 那这表示什么 这表示整个市场 不管是银行或者是民众 他们也预期将来澳洲会升息 那整个房贷利率还是会走升 所以我们心里要有一个底 就是目前市场低利率的情况 不可能永远一直存在 它总有一天会上去的 所以现在如果趁着现在房贷利率还低的时候 如果你有机会 你有办法进入房地产市场的话 要趁着现在利率还低的时候 否则你等到 比如说汇率也高 或者是利率也高 那同样的价格 实际上你进入市场的成本就垫高了 所以能够便宜就尽量便宜 既然房价的涨势 我们认为它还是会继续往上 那你只能从汇率 还有利率这两个地方下手 能够在低点的时候切入这个房地产市场 你的成本就会降低很多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澳洲房地产的 1月份房价报告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记得订阅然后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有关澳洲房地产的最新消息 我是Jerry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